从小到大 我总是梦见一道刺眼的光 我爸说 那道光可能来自竹龙之眼 韩仙泉却说 那是我的幻想 在我跟查理医生 聊到我爸的病情的时候 我们还谈了一下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 自从我们的孩子流产了以后 你受了刺激 还得了抑郁症 你说什么 我得了抑郁症 你还怀疑我在外面 扭了别人 还把这个花衣放到你的梦里面 一口咬定了 这就是个事实 难道男人出轨 都是女人做的梦吗 那天晚上 我的抑郁症发作了 抑郁导致的幻觉 我在开车 我在开车 先别过 我这两句话 学我的说 原谅我吧 你走了才两天 我天天失眠 爱已经失去了 记忆还有多少价值 你还爱他吗 我今天找了医生 和认了专家会诊 他们建议也马上把爸送回伦敦治疗 不行 他现在是植物人 动不了 那你呢 你这回周梦能回来吗 我回去干什么呀 我现在给你自由 让你和你的初恋欢乐 难道不好吗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叫什么呀 不 快扫 我刚从冷敦赶回来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是我们结婚七周年的日子 自从你回上海以后 我一局上你师妹要爸的病情资料 发现爸的脑子有两处哪根伤伤 一处是上个星期哪根造成 而另外一处是旧伤 旧伤 我在爸的私人医生产品那儿 找到一些线索 1981年 爸在东京发生过一次车祸 什么 我自己对他来说立刻很痛苦 所以他给自己创建了一系列虚幻的梦境 爸是希望用梦境去对抗那些痛苦的记忆 他的潜意识里一直不想承认 也不想接受朱丽莹的背叛 而水井世界是大给自己提供的一个解释 朱丽莹的离开是卑鄙的 而所有责任全在他自己 在记忆和梦境相冲突的时候 我爸怎么能就只相信梦呢 他不能 可这一次大面积的脑梗 把情况改变 因为失忆 是 可是 你要用二号 把他给唤醒 专家认为你这次唤醒的 可能只有他一半的记忆 而关于朱丽莹的记忆 大部分没有恢复 你唤醒的 是爸妈在心底的 那些梦境 哪些是梦境 哪些是现实 他醒了 你叫点声 爸 爸 你是谁啊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得了 李莹 李莹在哪儿 世豪 你知道李莹在哪儿 难道爸是失忆了 梦境和记忆被移并移除了 不 他没有失忆 他还记得我的名字 手术是他最后的决定 他不惜一切代价 回到这个世界上 为的就是最后 再多看你一眼 为的是要告诉你 你的女儿还活着 不可恙 你还活着 还是要继续 二海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